经济争争的趋势是相反的 是靠什么呢 靠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偏心意 而还靠呢 信贷 它靠行政资源和信贷资源 银行给钱呢 但是银行很奇怪 它为什么舍得把那么多的钱 借给这个落后企业 亏生企业 让它去兼并搞得好的企业呢 这恐怕银行也有它的苦衷啊 那实际上呢 曹先生 这个除了资源 银行的资源之外 那么这个私营企业 为什么会接受国企的兼并呢 难道对地方政府 有权命令它接受兼并吗 那是啊 很多问题难以想象 因为民营企业它是处于这个在野的 国营企业是在潮的 国营企业它的干部就是国家干部 就是党的干部 它跟地方党委和行政呢 是有干部交流的 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的 那么 国有企业它的背后 站到政府 党委 法院 警察 监狱 这么厉害 那说一句话 你这个私营企业的老板 你敢不听 你比如现在三西就出现这种情况 三西在中国共产党第四五次代表大会以后 这个发动了这个民营经济来开发煤炭资源 证据了三西的煤炭开发的阻力 但是呢 最近 这个医生令下 要兼并 要这个由国有的煤矿 来兼并那个民营的煤矿 这也是一个命令下来 而且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强力推行 什么叫强力推行 不就是强迫推行吗 是不是 换一个词 就响当当的 强力推行 并且是采取一个手段的 全部停产 你全部跟我停产 你如果同意把你的煤矿 民营企业的煤老板 如果同意把你的煤矿 卖给这个国营煤矿 那么就可以拉着钱找路 如果你不同意呢 不能走 就叫人家房子里去 不牵制 不能走 有的人 稍有一点 这个不满意的年论呢 马上就派出 税务局 工商局 到他 这个 单位就查账 就是一种危险 而且呢 如果 我再讲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办法呢 就是说呢 你不让他生产 他每天还要有 维持费用 这个煤矿里啊 这个空气啊 水啊 都要有一种 维持费用 一天要两万啊 又不能生产 又不能来钱 每天维持费用 还有两万 那个老板 记不记啊 投降 这个比较快了 哈哈 那么说到这里啊 这个既然是强制推行啊 强力推行 实际上就是强迫的啊 那么这个 兼并的费用呢 一定是不合理的了 对 当然不合理的啊 那个 有一个老板说 他原先 他这个有一个过程呢 到了很长时间呢 开始评估 他的这个煤矿呢 是两个亿 后来呢 七算八算 只算一个亿 就拦摇一刀啊 这个价钱 而且是 强买强卖 那你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嘛 而你这样 再不卖 再不卖 各种压力都来了 有的只好早点卖了 拿的钱 全部盖走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严重的问题在于呢 它要形成当地的 国有煤矿的垄断地位 咱们搞改革 国有经济改革三十多年嘛 这个国有企业 从垄断地位 它会产生 很多弊端嘛 首先就 好成不了 煤炭价格的 竞争性的合理啊 那煤炭涨价 各行各业都傻眼了 其他我就不想去展开了 好 可能已经有一些 听众和观众朋友呢 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看看 这些电话 这是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的国有企业 何去何从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曹先生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再次提醒您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介绍我们的节目之外 您还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现在请湖南的王先生参加讨论 王先生你好 你好 曹世元先生你好 你好 王先生你好 我以前提过您的 曹世元先生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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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播上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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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 曹世元先生在办了一个 实际的研究机构 并且呢 比较思想 经济思想比较强位的 曹世元先生 那么 权威谈不上 曹世元先生 您的机构 或者您本人的 自由 或者挂牌 有没有受到干扰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暂时没有受到干扰 第二个就是 我最近这几个月 听到了 这个一个 这个相和九岁的朱永吉先生 相反的就是 国致民禁 九岁的 好像朱永吉先生 是提的 国致民禁 这现在是两种 不同的做法 我不知道这个背景 是什么 我其实还是比较 专程这个 比较欣赏 朱永吉先生 这种离场的 刚刚你介绍的情况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我比较反感的是 国家 国有或浪荡 并不是出于一种 某种感情 而是出于 我们不多了 很多国有企业 难非贪战 或小于低 小于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从第二瓶的改革 从农村改革 到这样的农村改革 万里的农村改革里面 得到一种 一种歧视 就是凡是国家 参与来的这个经济 在国在国际上 在外国 在中国 往往受到的效果都不好 他们难非大 小于低 所以我对于这个 公有的经济 尤其是现在国家 垄断这种形式 有几个大的行业 铁楼 航空这个 典型典业这种的呢 我是很不看好的 我觉得它不能代表 中国的这个可能 只要这个国家垄断越多 可能也跟着政治权利 一样 金先生就意味着 不是民族的这个形式 我认为应该赶紧 需要赶悬一则 不知道曹先生如何评价 谢谢 好 好 谢谢 这位王先生 所说的观点呢 我完全赞成 这也是我们国家全大多数公民都看到的 这个国有经济 由于它的所有质的比喻 它的效益就是低了 是由于本质所决定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四十九年以来建立的国有经济 但国有经济经营账户怎么样呢 我们有一个统计 过去中央文件也说了 这个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很严重的 当然国有企业亏损 私有企业也有亏损 但是国有企业的亏损 跟私有企业不一样 它有四大特点 我总结的 第一 国有企业的亏损是数量大 国有企业呢 这个经常是巨额亏损